- 关键想知道 打包让你全知道 大家好 我是JJ - 嗨 我是Evan -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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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一样我们用不同的国家语言跟大家说嗨 一样我们想知道的一个频道 是透过科技知识管理跟趋势两个议题 用Appised Learning的方式 让你快速5分钟10分钟了解 我们大大小小关于你的事情 一样在我们进入到的重招之前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要说给大家什么样子的礼物 第1 吃起来 让你有十二国暖暖的味 还有的戴起来口罩 一樣 要 follow 今天的主題喔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豪生 其實在另外一個特色上面 他也有自家的產品 而且得到我們國家上的一個肯定跟青睞 我們從這邊討論起 一定要從思維去了解一下 我記得豪生在過去是從 工業布財這邊起家 然後開始催促到科技 那為什麼會到後面的產品 可以跟大家大概討論一下嗎 OK 就是其實我們公司 最一開始是從特殊紡織的原物料起家的 就是像特殊的纖維 紗線 然後慢慢整合到工業用的布材 然後到手術室的紡織品 跟現在的智慧紡織這一款 那其實我們總經理一直都有一個概念 就是他想要做藍海的市場 做小池湯裡頭的大魚 然後針對精準行銷 針對特殊的TA去做一個發想 所以其實我們 其實所有的產品線都是圍繞著導電 抗進電這一塊去思考的 然後延伸出不同的功能 譬如說像是抗菌啦 防禍啦 這些就是比較特殊的應用 所以有抗菌相關的 譬如說防護液 像我們很夯的那種 坐飛機人家人手一件防護液 你們家有這種 有啊有啊有 有這個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是 那些導電的相關的 那個算是用在運動上面嗎 最主要導電的應用就是在智慧防止 因為其實人體都會有一些電客 那你要怎麼去偵測 人類的行為動作啦 你的心跳啦 你的腳步啦 其實都是靠導電去做一個傳導 就是有電 它其實就可以傳送訊號 這個概念去發展這個智慧防止的 然後甚至還有到一些電療的產品 因為你用電療的產品的話 其實可以受到止痛跟觸激肌肉伸張 止痛跟觸激 減法跟假法對不對 對對對 是 而且你們在這一塊產品別上面 而且好像得到國家上面一個 相當大的肯定 台灣金平獎 台灣金平獎 他認真 哇那個我記得 我之前看到新聞的時候 發現你們家的名字上面我超開心的 發現一定在這個地方一定有所謂 但我還不知道 所以我跟你們請教了一下 我覺得超酷 而且第三塊呢會是什麼 我記得你們現在開始有做了一些相關的口罩 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今天大家準備好 這是我個人準備跟收請卡牌一樣有沒有 在認識他們的過程中 我把他們從第一代的口罩進行使用起 第一代它有什麼樣的特色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嗎 第一代的話其實我們當初的目標客權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在我們無城市的環境下 所有人都必須要戴口罩 但是突然間就是COVID-19爆發之後 欸我們客戶缺貨了 那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去營營 所以我們就開始利用了我們這個無城布 就是它不發層 然後我們在家潑水的處理 然後讓他們可以在這個潔淨式的環境裡頭使用 就是我們最一開始的發想 但後來我們慢慢就是有在鎖定就是不同的TA 想說我們可以 針對就是大眾 也可以做出一些變化 的確 在第一個戴起來我被人家講說 欸這個其實口罩外型其實蠻好看的 但是它的透氣率好像沒有那麼高 到第二代我覺得他們做了一個很大的突破 他們剛讓所有的TA 他這TA我覺得鎖定到一般消費主群了 戴起來是很舒適很透氣的 沒錯吧 它在他們的用料上面有什麼差別嗎 這個的話其實它是用在無城式的衣服上面 所以其實相對來講的話 它的納用性是比較好的 那相對來講就是透清性會比較差 因為它等於是織法的話 它是比較緊密的 所以我們就想說就是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改變 所以我們就有用到比較透氣的布 去做這個點壓 然後再做成口罩 這是第二代比較大的突破 而且透氣度我覺得大大大的提升 舒適度也大大的提升 到第三代又不一樣 第三代是最近好像還沒有問世 只是先做test而已 沒錯吧 對對對 那我就偷了一個 那它給你打了一個出來 迷彩的 你有發現有一個不一樣的元素在了 它把一些時尚跟一些不同的一個觀感 跟一些不同的體驗已經聚焦起來了 從一開始的無塵布 等後面透氣率大大的提升的 到第三代我覺得它已經有樣式已經出來了 我記得你們還有跟很多樣式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嗎 對啊 就是有一個手根叫做Taiwan can help 這次疫情下其實我們是蠻安全的 但是我們怎麼去回饋給整個全球或是社會 所以我們就有出去這個謝謝寬的口罩 用不同的語言 然後外銷到其他地方像是加州啦 美國然後加拿大這邊 然後去設計一個形象就是謝謝 就是謝謝你們的幫忙 沒錯 Taiwan can help 的概念 我覺得這種發想跟思維已經慢慢已經走到行銷 我記得還有一個台灣歷史博物館 跟你們做聯名博出的是 其實就是台灣歷史博物館 它我們其實一直長久以來 都有配合一些文創的東西 最主要就是結合他們的設計 跟我們的產品去做一個發想 然後之前有做過購物袋啦 然後手機的手機套 然後還有擦拭部這一塊 那這一次的話也是有提案就是說 利用他們的圖案 結合我們的口罩 然後去做出不同感覺的 就是比較偏向文創跟歷史背景的這種感覺 我記得是台灣藍雀嗎 有 對 台灣藍雀的 OK 今天不在現場 到時候再提供給大家可以觀摩一下 各國謝謝的資料 還有一個迷彩的 我覺得他們是在創新的思維上面 還有應用在不同的體驗體系上面 做一個不同的轉變 這其實我們可以延造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如果大家是一窩蜂的去做醫療口罩 可泡氣死口罩的使用狀況下 當然是防護性比較好 沒有錯 但是它會造成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會不會因為戴了口罩的時候 有些人就是比較不規矩 垃圾會亂丟 垃圾會亂丟 戴著口罩會亂丟 你有沒有發現在你渣家路上面 其實有看到一些廢氣的口罩在地板上 其實是有的 我自己都有發現 其實會造成環境上面很大的影響 經過統計 從今年度的2月中到5月 大概三個月多一點點的時間 總共有5500公噸的醫療廢氣口罩的垃圾量 這個垃圾量是多大呢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去評估 對不對 我們用垃圾車的方式 它總共用1100台垃圾車才能代碼戴好 這個東西想說 哇 我們產氣了這麼多廢物量 我們回頭去想一件事情 口罩成為海洋垃圾了 那個影響力很大耶 像海龜 像海洋生物 這些可能帶於潛在病毒的東西 如果遺留到我們的海洋上面 對我們環境的威脅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是不是用水洗的方式 能夠代替我們可泡氣勢的 在一般的場所使用的話 陽明醫院的熊腔內科 舒立峰醫師表示的一段內容 覺得應該是可以的 一樣的 我們在於這邊剛剛講到海洋垃圾 還有另外一塊就是 我們這些大量的 一般性的可泡氣口罩 燃燒上面可能會有毒物質 這些東西對環境也是影響 影響之二 影響之三 就是想想看 氛化爐要粉燒垃圾 對不對 它不屬於醫療廢棄物喔 它不屬於醫療廢棄物喔 既然是這樣 它在一般的粉燒廠經營粉燒的時候 會碰到什麼樣子的問題 如果你家隔壁是粉燒廠 你不是會超害怕的嗎 縱使我們知道可能 我們無慮啦 但是你會覺得 做事怪怪的 跟基地台的概念一樣 這三件事情會造成你社會風險 這三件事情加總而來 或許現在來講 用水洗式的口罩 重複使用性 勤洗勤塞勤用 我覺得或許也是一個 很好的方法啦 相對的 我們在於 我們家的 豪森的口罩上面 跟一般市面上的口罩上面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可以跟大家說一個分享吧 譬如說它的一個 哪一個圖稱 或是什麼樣子的特色 對 像剛剛就是有在講的 其實我們一開始設計的初衷 就是給一般消費者去使用 所以一開始的初衷 其實是之前SARS的部分 因為之前SARS 其實台灣都沒有準備 然後那時候 我們公司的話 也沒有口罩這個商品 然後其實是由日本客戶 直接寄一箱的口罩 給我們去做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很感興 所以我們就想說 這一次遇到COVID-19 我們可以做什麼 那因為我們有 特殊房子的專廠嘛 所以其實我們就在想說 OK COVID-19它其實最主要就是 避免飛沫去接觸到你的COVID 所以我們在外層的時候 其實是有做一層潑水處理 那潑水處理的話 其實它的原理很簡單 就像是雨傘一樣 你打開雨傘的時候 水珠不會直接滲透 滲透到裡頭 然後也不會就直接滑落 就是用潑水層處理 潑水層外層 那內層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我放了永久的抗菌砂 永久的抗菌砂 那其實它的機制的話就是利用 飲去包覆在沙線的外圍 那飲本身就是一個 非常良好的抗菌劑 就是抗菌的媒介 所以它可以去殺掉我們 可能在講話的時候 吐出的飛沫 然後有一些病菌 它可以把它殺掉 對 就會產生比較多的異味 這樣子 那想請教一下 像這樣子可洗式的口罩 通常建議多久洗一次 其實我們建議就是一天洗一次 一天帶出去就洗一次 對 其實洗起來非常非常簡單 像我自己 怎麼洗 我通常都直接就是用手洗 就是加一點 喔 肥皂 對 肥皂 對 就直接搓一搓 然後這個東西 因為它是品質布 所以相對來講是非常快乾的 所以通常我就是量個 可能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的話 它其實就乾掉了 嗯 沒錯 而且它帶起來的舒適感 其實真的會蠻OK的 它帶起來的那個透氣感 像講話盆的聲音會變 當然一定會有隔絕物 但是它的呼吸感 不會像第一代的部分 可能因為它是用 那個防塵布的方式 那到這一代的改變 我覺得它已經開始有一點是 比一般口罩的透氣度還多 戴的話不會 戴久了也不會不舒服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在走到口罩 可喜式的口罩這一塊的一些 心路歷程 這過程中有掙扎嗎 其實 其實 剛才嘆了一口氣 其實真的就是蠻掙扎的啦 因為其實從一開始 我們做工業盤 那個四位邏輯是完全不一樣的 一開始只是單純就是想要 提供我們現在的客戶 比較多的替代方案 然後到後來就是客戶有反應 就是說你布口罩 可能你用的材質不太適合 所以我們就開始想說 那我們怎麼去改變 那我們就開始選用其他的布料 比較透氣的布料啊 譬如說像是使用在內衣 內佐類的透氣透視性比較好 然後去做外層 然後再加泡水處理 然後內層也從原本 完全沒有公用的布料 然後到抗菌的部分 心路歷程蠻多的 因為我們從原本的口罩編號是1 到現在已經到了17 17 所以一直改改改改 對 可是問世也蠻多的啦 像目前問世是兩款的嘛 對不對 我介紹兩款已經問世 這款還在test的階段 這款是已經可以再入執行的 我覺得已經蠻大的一個 差異性已經出了 而且在短短的時間內 我記得好像兩三個月 差不多吧 兩三個時間內 我覺得這是一個公司裡面 上面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速度快 明太 我覺得這個是 在現在數位轉型的時代下面 必須有的一個氛圍 跟思維模型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到我們Evan 來到現場來跟大家分享 你們從工業的布材 走到我們的產品 這個敏捷的數位轉型的過程中 是如何突破的 一樣的我們在智能製造的 其他的文章中 會跟你們介紹 我們知道天下武功 五箭不吹 微快不破吧 一樣用快作為準則的話 公司的一個快於策略三要素 是不是能夠掌握 讓你能夠對於數位轉型上面 能夠推破阻攔呢 我們在科技議題上面 你或許是可以用快的方式 進行導入工業的微型APP 這種APP對於公司上面的 現場實務上面 或許會有幫助 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如果這兩個議題 對你來講 都覺得很硬 很遙遠 不擔心後 我們甘孤之獎堂的 亞里斯多德說服上要素 會跟你講如何透過 亞里斯多德 教你喝一杯 你瞎眼的咖啡 這樣的方式 用軟性的議題 來跟你作為 說服上面的一個藝術 如果你對我們的 這三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下面都有連結 可以進行點選 看到我們有特別來 已經知道我們今天 有道內的獎品 所以我們今天的獎品 已經超豐富了對不對 OK 一樣 我這邊是吃起來 吃了暖暖的十二果 另外 我這邊是戴起來 剛剛有提到很多很多的環保議題 那我相信就是說 使用重複性的口罩 可以有效的減低飛氣物 我們獎品別以這兩個為主 但是你要做到兩件事情 要在我們想知道的專區裡面 第一個 幫我們進行逸越的動作 第二件事情是 你在抽腳上面回答答案正確 所以我們要準備出題了對不對 對 今天的題目叫做 影片中提到5500萬噸的飛氣口罩 好比幾輛垃圾車 回去拉一下影片 看一下 5500噸的口罩 大概幾輛垃圾車才戴得到 在我們的專區裡面 你要記得幫我們做好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預約 第二件事情進行回答 才進行抽獎 所以一定要做到這個動作 好 非常謝謝今天收看我們的節目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分享 按讚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哈哈哈哈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